诸位朋友大家好 我们今天继续播讲《论语》 《雍野篇》第25章 子曰君子博学语文 曰之以理 亦可以服判以服 夫子说君子广博的学习 文章点击 曰之以理 再用第一节度来统约行事 亦可以服判以服 那也就可以不背离正道了 夫子很重视要博学 很重视要一切 找寻到恰当的次序和规范 而这个过程叫博学语文 曰之以理 博学语文在先 曰之以理在后 博学语文 为你的信息 你的知识 你的整个生命 能宽广 能宽广的 有宽广学习 而学醒了 但要有一个理 规范 落实 去行事 就要曰之以理 这样才能够 服判以服 才能够不背离 服判 就不背离 不背离正道 对比来说 荀子劝学篇 也有同样的思想 荀子也是以孔老夫子 作为学习标的的 他是孔门传心之儒的后学 大约跟孟子同一个时代 他的劝学篇这么说的 学乌乎时 乌乎中 学习从哪开始 最后要以何者为最终的目的呢 约其术则似乎诵经 中乎读力 刚开始要诵读经书 而落实下来 要好好地去修读 底义之教 其义则似乎为士 中乎为圣人 这追求的毅力 刚开始作为一个读书人的士 最后要达到天地人都通的圣人 要如何呢 要征积历久则入 真实累积努力长久 才能够真正契入 学智乎末而后之眼 学习是一辈子的事 从老到离开这个世间 永不停歇的 所以学智乎末而后之眼 这段话可以跟我们上一段话 君子博学余文 约之以理 亦可以伏盼以伏 来对比同禅 显然呢 我们生命是要通过文化教养来学习的 由博返约 博学余文 约之以理 通过礼仪 才能让生命的秩序回到正位 博学余文是教养 是在含蓄中长成 约之以理是实践 在努力中培育 博学余文是知 约之以理是行 知跟行是不二的 博学余文 好好的文化教养 能够续寒其中 掌域而成 约之以理 例行实践 就在例行实践中培育出来 博学余文看似平铺的 广博的 但应该走向众色 有平铺 有众色 平铺是横面的 众色是众观的 综合的色授起来 能够往上通达于道 博学余文 是从横面平铺的色取 到能够统合起来 往上进到一个超越层面的道 约之以理 这时候你才能抓到真正的要领 而落实去实践 落实实践要找到途径 这途径就是离 离规范 离途径 离就是你能够去实践的途径 这就是从平铺的 横面的 到纵观的 纵色 而能够落实 这样子一来 那个力量就长育出来了 博 博求其通 就叫博 我要通达 通而能达 这个博才有意义 博而不通 就是博砸了 你通过不能打 那堵射了 那基本上 你可能又陷入了边见 或偏见 约 约 约者得起药 药 精药 简略 这个简 就能够掌握到大体 不是简 这里也是论语书里面讲的 用也中工所说的 举静而行简 你心存 而去实践 实践 能掌握到大体 这样 就真正了解到 这个意义 内核 真正的智慧 就在这 所以智慧 它不是只是认知 智慧是从认知到实践 知 行不二 套用杨明先生的语句 知 是行之始 行 是知之成 知 是行的主义 行 是知的功夫 知行不二 知行合一 知 行 当然先从博学 学这个字 重点 要能唤醒 要能觉 学而觉 就是个文 就不会只是虚文 它能够是实文 所以文一样 若是为行 直一四教 文 行 忠 信 你博学 余文 你要去行 行的内容是什么 忠 跟信 忠 面对自己 信 跟人交往 忠 重点在 回到生命的 本真处 去对质 去确立 让他实实 落落的 而能推展出去 跟人的交往 或者做事 这叫信 信者成也 信者实也 就层层实实 把这个事 落实了 这也就是 这里说的 这样就不会 违离正道了 就服判 以服 这一章 我们再仔细 读它一遍 读的时候 特别留意一下 重点 何在 子曰 君子 博学 于文 约之 以理 亦可以 服判 以服 主 滚住 扑合 于文 欲 其 以内 亦可以 毁 本 义 服 服判 以服 最后 那个服 讲是前面 所的 那种 那意思也就是 这样 就不会 违离了 你原先的 那个志向 这个判之 就如同 那个判变 那个判 一个田 在一个半 田之 判 就如同 我们一个半 一个反 那个判 古字 这两个字 是通的 其实 这个判 就是离开 越出了界限 越出了一个恰当的界限 那就是讲了被离正道的意思 关注 扑合 语文 欲积 以内 亦可以 合观 一乎 好的 我们今天 对于 论语 所说的 博学语文 约之 以理 就 博讲到这个地方 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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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